各位观众大家好 欢迎收看华尔街焦点 今天的华尔街焦点要带大家来看一份 美国之库兰德公司日前发布的一份军购分析报告 报告的标题是俄罗斯和中国的国防采购 自70年代和80年代以来 美国国防采购集中在精密技术上面 像是精趣制导武器跟隐身的技术 与此同时俄罗斯跟中国也一直在寻求 对其传统设备进行现代化的改造 同时开发自己新的跟日益复杂的系统 这份报告讨论了对俄罗斯跟中国的研究 开发跟采购的项目 也就是RDA的研究 并且确定了每一个国家擅长的领域 跟每一个国家面临到的挑战 从表面上来看中俄两国的RDA流程跟美国相似 大致上来说俄罗斯维持着一个庞大的武器出口市场 但是却很难以具有战略意义的数量 来生产其最先进的系统 而中国对知识产权切到的依赖 意味着其武器已经落后多年 但是中国人认识到这一项缺点 积极地通过合资企业跟收购外国技术 来投资跟发展其有机能力 碍于节目的长度 今天的节目会特别挑出跟中国相关的部分 来为大家做详细的介绍 报告指出中国国防在过去40年当中 最重要的变化是国防开支显著的增加 根据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摘自中国官方的报告 中共军费开支在过去25年当中 以不变美元计算增加了10倍之多 2018年达到了2500亿美元 几乎是历史的最高水平 2021年中共的军费支出为 13553.44亿元人民币 比2020年增长的6.8% 仅次于美国 尽管国防的开支大幅的增加 但是中国的国防研究 开发跟采购的过程 却仍然问题重重 报告提出因为中共的体制 而导致的国防装备发展有两大短板 首先除了偷还是偷的军工研发 无助于技术的创新 中共为了缩小跟世界军事强国的科技差距 2015年来大力的提倡军民融合的战略 典型的手法就是每年派大量的中国学生 去美日英等国来留学 专门学习高科技 网络通信 生物科技跟国防军工技术的专业 同时也提高待遇来吸引他们回国 扮演科技间谍的角色 从2013年到2016年 大约有80%的年轻人 被中共给鼓动回国 但是这些年轻人却缺乏管理的经验 跟真正的研发精神 此外中国还利用国外合资的企业 偷窃科技知识产权 报告表示 中国严重的依赖窃取知识产权 来开发武器 帮助它保持竞争力 但是它已经落后于前沿相当的多年 中国航空工业正是依靠这项战略 来发展战斗机 很大的程度上 依赖于美国跟俄罗斯设计的复制品 像是中国的J-16 对应俄罗斯的苏-27 同样的中国的CH-4 J-20跟J-31 分别跟美国的MQ-9 F-22跟F-35具有惊人的相似度 但是质量却参差不齐 分析人士认为 尽管歼-20快速的引进 但是中国军用航空仍然落后 美国跟俄罗斯15到20年之多 换句话说 中国复制替换模型 倾向于强调逆向工程的价值 而不是基础研发的工作 也就是说 中共将国外的军备产品 拿过来进行拆解 倒退出生产的工序 但是这不能够从根本上来解决问题 尽管知识产权的窃盗 加速了中国的开发过程 但是它却不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 这一套研发的机制 对于高端芯片 静音潜艇跟飞机的发动机 等高精尖技术 还是无能为力 军中的腐败也限制了解放军 获得新武器系统的能力 中国对国有企业实施 直接的行政控制 来确保质量跟管理的合同 跟以前的指挥经济一样 解放军依靠行政的控制 但是自从旧的经济指挥官 辽机构废除以来 他并没有投入所需的资源 来全面的监控跟控制国防工业 监督主要由军事代表来管理 他们是驻扎于全国各地工厂 跟研究所的现役军官 这些军事代表名上面 通过了确保生产质量跟合同执行 来保护政府的利益 但是实际上 似乎并没有非常有效的 保护及相应作战部队的利益 质量的测试通常只有部分的进行 这可能是因为大多数代表 都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技术的培训很少 因此缺乏监督 更有经验的承包商活动的专业知识 此外利益冲突跟错位的激励措施 也使得监督更加的复杂 例如代表不接受解放军的工资 而是由他们应该监督的实体来支付报酬 他们往往会在同一个职位上 长期的担任职务 然后在退休之后 在他们应该监督的机构找到工作 虽然使用军事代表 只是中国庞大的行政国家当中的一种监督机制 但是有证据表明 腐败在中国的公共部门普遍存在 2016年的全面解放军改革 可能会遏制一些腐败的行为 但是现在确定这一些变化是否生效 还为时过早 此外中国国防的合同设计 也几乎没有鼓励透明度跟问责制 合同的语言简单而敷衍 没有明确的技术或者是进度的义务 因为国防工业没有正式的法律权利 来裁决合同履行的情况 中国也保留了赔偿的原则 其中损失投标大型国防合同的公司 通常仍会收到较小的合同来作为安慰 这阻碍了竞争并且引进了更多的低效率 中国还实行成本加成定价制度 保证5%的利润承包商在一起发生的成本之上 这种做法几乎没有激励企业来进行创新 或者是提高营运的效率 因为更高的成本会转化为更高的利润 中国国防工业的垄断结构 赋予了国有企业很大的溢价能力 来维持这种安排 尽管在1999年将每一个国有企业 拆分为两个独立的公司 但是中国的国防工业仍然缺乏很多的真正竞争 国有企业主导着国防工业的每个主要部门 而长期建立的部门划分制度 意味着部门之间几乎没有国有企业的交叉 大多数军事装备的合同都是单一来源 只有非战斗相关的合同才会经过正式的投标过程 解放军的领导层也曾经在2014年的时候承认 这些制度的特征不仅仅是资金或者是技术 是中国RDA进程的最大障碍 前述提到中国政府两会期间 公布了2021年国防支出预算为 13,795.44亿元人民币 比去年增加了6.8% 但是这样的资金投入是否真的符合比例呢 美国之音采访了纽约城市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夏敏时 分析出了中国军费增长6.8%的背后 暴露出了三个尴尬 第一个尴尬是中国的经济正面临下行 去年又遭遇到新冠疫情 使得国内的经济水上加霜 因此将军费开支定在6.8%的增长率 自然会引起一个很大的争议 在民生出现问题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为什么还要有这么高的军费增长呢 第二个尴尬则是 中国政府本身不看好未来国内外情势的发展 它的威胁不只来自于国际间的竞争 也来自于中国国内潜在的不稳定因素 像是国内百姓造反 国家动乱以及军队本身是否稳定等等 因此中国政府试图要把稳军队 建构更强大的防御能力 但是在财政吃紧失业率增高的情况下 国家却还是调高了军事人员生活费跟福利 已经有一些力不从心 如果长此下去 财政势必会更加的窘迫 第三个尴尬则在于 中国国防工业 大部分由军工集团跟国营大企业来推动 也涉及到党内军头 以及各军种势力的角力 习近平想要政府过一点紧日子 除了钢性财政不动之外 各部门都要进行裁减 但是国防预算依旧无法进行任何的裁减 即使习近平想要裁减一些也不可得 这反映出了中国内部军事利益集团影响力还相当的大 值得注意的是 习近平自2012年执政之后到目前的国防预算 等于十年之间增加了一倍之多 对此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军事战略继承 叶索所长苏紫云分析 中国国防预算增长的目标为 第一个是政治的需求 2027年既然是习近平说的建军百年的目标 他们就会努力去完成 第二个会用在稳固增加它在地缘战略上的筹码 特别是兵力的投射 对北京以后的一带一路或者是印太区域的战略 是一个地缘战略上的关键 第三个则是强化核子打击能力 反击能力包括了新式096的潜舰 它可以在北极兵层来活动 还有新式巨让三型JL-3的潜射弹道飞弹 可以对美国本土更有效的涵盖 缩短发射的时间 这是北京认为要平衡美国 嚇阻战略当中的一个重量战略的工具 尽管国防预算增加 但是最终可能还是会不够用 台海研究主编上海台湾研究所副所长 尼永洁对美国之音表示 中国军费只占了中国GDP顶多2% 如果跟美国、俄罗斯、英国跟其他的欧洲国家相比 算是比较低的 中国光是军队现代化就要耗费大量的开支 再加上各种航天工程、作战飞机、预警机 火箭军需要的新型导弹等等 各种设备、研发、制造都相当的烧钱 中国人民解放军研究专家 台湾国立中正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 助理教授林颖佑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中国大型军武设备如航空母舰的价格不费 即使建造完成之后 后续的维修保养仍然更是一大开支 此外军人的福利提升也耗费了相当多的经费 在如此庞大的军费支出之下 中国要如何改革国防的研发跟购买的弊病 值得外界关注 地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